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高分犯罪推理剧《零书妙探》第一集的第二集 让我们一起来猜猜这期谁是凶手 热闹繁华的都市在一处小区的洗衣房内 旋转的干衣机里竟藏着一具女性尸体 她跟随异物有节奏的转动着 画面一转,作家C叔正在纽约警局与领导签署顾问合同 因为是她死缠烂打要做警局的顾问 所以领导要她必须签署长长的免责声明 一旁的贝姐电话响起 随着干衣机的停止转动 女士很快被一位老太太出户发现 老太太直接被吓到夕阳 女士蜷缩在洗衣机内 死得不是很安详 一旁散落着漂白机的瓶子和斑斑血迹 贝姐本打算把C叔扔下 没想到这伙自己跟来了 她说贝姐是她新术的灵感 据了解,死者叫做沙拉 是12楼住户家的保姆 雇主夫妻接待了他们 沙拉在她家工作了两年 平时就带带孩子洗衣做饭 和雇主一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女主人和男主人由于工作的关系 都是轮流回家吃午饭的 比如女主人135中午回家 男主人则是246中午回家 女主人说自己昨天正在工作单位 恰好是男主人回家吃饭的日子 也就是说 男主人是最后一个见到沙拉的人 谈话间 C叔注意到男主人有些不自然 雇主夫妻对沙拉了解的不是很多 只知道她有一个叫做布莱特的男友 沙拉的包还留在雇主家 奇怪的是包里没有手机 监控显示昨天中午死者沙拉 拿着一篮子衣物下楼清洗 随后握着手机上楼 40分钟之后又回到了洗衣房 随后沙拉就遭遇了毒手 那个时间段 电梯监控只发现了沙拉一个人 贝姐猜想凶手或许是通过楼梯 来到洗衣房行凶的 因为楼梯并没有监控 C叔建议查一下这栋楼的邻居 说不定当中就有类似 山姆之子的变态杀手 你想啊 杀手隐藏在邻居当中 每天都偷窥沙拉工作 然后跟踪她去洗衣房行凶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验尸房内发疑瑞尼公布了验尸结果 沙拉是被漂白机的瓶子 砸中脑袋之后又撞击了桌角 最后再被袭击绞死 有意思的是 瑞尼发现沙拉在死亡前不久 刚与人发生过关系 沙拉的庭内并未留下那个男人的DNA 只发现了微量的杀精剂 那就是说对方使用了蓝精灵 那么与沙拉发生关系的人 会是凶手吗 警方很快找到了死者沙拉的男友布兰特 布兰特说沙拉早就找了新的男友 并在一个月前就把自己给甩了 本来沙拉一直躲着自己 她也是通过沙拉的朋友克洛伊 弄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克洛伊和死者沙拉是同学 两人在同一栋某座保姆 C叔和贝姐谈论起了各自对婚姻的看法 C叔是个离过两次婚的老男人 相较于C叔 贝姐对婚姻非常慎重 她连恋爱的经验都少之又少 更别是婚姻了 二人找到克洛伊的时候 她正在游乐场帮雇主照看孩子 克洛伊留着卷发 看起来非常温和 据说死者沙拉毕业后 一直没有工作 流离失所 是克洛伊帮她介绍的保姆工作 这一做就是两年 二人在同一栋楼工作 每天下班都会相约一起去喝杯咖啡 可是克洛伊却发现 最近只要是男主人在家吃饭的日子 死者沙拉都会晚下班 男雇主和女雇主是轮流回家吃饭的 联想起开头他们询问沙拉情况时 男雇主一副不自然的神态 是否暗示了她和保姆沙拉有染呢 二人又来到了男雇主的工作单位 她否认跟保姆偷情 在贝姐的逼问下 她只能承认自己有外遇 不过外遇并不是沙拉 而是她的女同事 所以每次轮到她回家吃饭的日子 她都是跟保姆沙拉提前打好招呼 然后跑去跟情人优惠去了 手机通话记录证明男雇主没有撒谎 也就是说她是无辜的 沙拉的男友另有欺人 贝姐的属下调查了所有嫌疑人的行踪 发现女主人撒谎了 案发当天 她压根就不在工作单位 她完全可以借工作为名 留回家作案 事已至此 女主人只能摊牌 原来死者沙拉早就把男主人 外遇的事情告诉她了 案发当天她并没有上班 实际上是去找律师搜集丈夫出轨的证据 等搜集够了证据 她就会跟丈夫提出离婚 这么来看 雇主夫妻都没有作案时间 案件再次陷入了死胡同 C叔再次研究了沙拉两次进入电梯时的监控录像 第一次 沙拉捧着衣服从12楼来到1楼的洗衣房 随后她拿着手机上楼 第二次 沙拉回到洗衣房烘干衣服 这次她并没有带手机 案发后 不管是雇主家还是沙拉的包里 都没有发现她的手机 那么她的手机去哪了呢 这时候 C叔瞥了一眼监控上的时间 发现沙拉第一次下楼花了32秒 第二次却花了37秒 两次都是从12楼下到1楼 为什么一样的路程 会多出5秒的时间呢 C叔带着贝姐回到了案发大楼 她和贝姐做了很多次实验 确认从12楼到1楼只需要32秒 之所以多出5秒 是因为沙拉第二次是从15楼下去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沙拉的神秘男友正是15楼的住户 C叔随意敲开了一户住户的家门 呃 这个住户好像不太符合沙拉的择偶观 另一户有孩子的人家吸引了二人的注意 这家人正是沙拉的好友克洛伊的雇主 案发当天只有男主人一个人在家 墙上还挂着一家人和保姆克洛伊的合照 C叔借着上厕所的名义查看了这家人的药柜 并在药柜中找到了蓝精灵 只需要拿去化验 就能得知死者沙拉体内的杀精剂 是不是与男主人用的是同一种 随后C叔悄悄拨通了死者沙拉的电话 铃声响起 女主人寻着铃声在夫妻俩的床下 找到了死者沙拉丢失的手机 事与至此 男主人也不敢再隐瞒 他承认与沙拉有染 并在案发前与死者发生过关系 不过他保证沙拉离开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因为他家的保姆克洛伊 每天一点钟都会带孩子回家吃饭 保姆克洛伊可以证明 案发时他在家里哪都没去 众人再次查看了案发时的监控 沙拉在12点45分来到一楼的洗衣房 而克洛伊在12点54分回到雇主的家中 奇怪的是 克洛伊当时并没有带雇主家的孩子 可男主人说过 克洛伊在案发当天明明带了孩子回家吃饭 如果没猜错的话 保姆克洛伊才是凶手 他委托别人照看孩子一个人提前回来 先通过电梯来到12楼 再通过没有监控的楼梯 回到一楼杀死了沙拉 克洛伊一直暗恋男主人 连家庭合照都特意把女主人给剪掉了 此时的克洛伊知道警方已经盯上了自己 崩溃的他回到了雇主家中 他打伤了男雇主 随后一个人躲进了洗衣房 C叔和贝姐找到他的时候 克洛伊正拿着一把刀自残 克洛伊热爱孩子 在工作上也兢兢业业 由于涉事未深 在男雇主的连番追求之下 很快就成为了男雇主的小三 男雇主曾向他承诺 一定会和妻子离婚娶他 哪知道没过多久 他就和自己的好友 同在一栋楼座保姆的沙拉勾搭在了一起 沙拉每天中午都会来男雇主的家中约会 克洛伊那天特意提前回来 想抓个现场 他通过楼梯来到了洗衣房 他想跟沙拉谈谈 哪知道对方毫不care 失控的克洛伊便抓起漂白剂 砸上了沙拉 然后把他的尸体塞进了干衣机 就这样转啊转啊 一直转到死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三弄四小四的故事 明明是四个人的电影 原配全程都没有姓名 也是逼了狗了 受伤的渣男被抬上了救护车 相信今后离婚官司的赡养费 足以让他破产 不知道破产后的他是否还有精力去找小五小六呢 案件了结 C叔和女儿及C妈一起做饭 女儿很好奇为什么父亲小时候 没有为他请个保姆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父母工作非常繁忙 母亲更是忙到很少回家 即便是如此 父亲C叔依然坚持带着女儿工作 亲自照料他的起居 C叔回答 他的奶奶也就是C妈 是个非常不负责的母亲 他在极度缺爱的环境中长大 所以有了女儿之后 哪怕再忙 他都要亲自陪伴孩子的成长 晚饭过后 C叔继续在电脑前码字 女儿上前与父亲互道晚安 爸 嗯哼 谢谢你带着我的奶奶 我带着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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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叔打开抽屉 拿出了与女儿小时候的合照 感谢上天赐予他一个如此温暖的小棉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找保姆 召开孩子和家庭 比较有名的就是飞庸 飞庸有文化懂英语 所有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之美誉 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 并且他们的酬劳 大概是5000到8000人民币 对一般的中产 以及以上的家庭来说 也算得上是超值吧 虽说请保姆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可是又有谁去关心成年人的难处呢 相信为人父母都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 然而现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想给孩子提供优渥的环境 就必须要牺牲一部分的陪伴 每个为了养家糊口努力打拼的成年人 都是值得体谅和称颂的 该贬低的是那种工作完回家 就整日与手机为伴的父母 片中第七分中提到了 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山姆之子 山姆之子的真名叫做大卫·伯克威兹 1976年 他开始射杀深夜外出优惠的情侣 还不断写信给当地的报纸和专栏 向纽约警方发出挑选 1977年8月 嚣张的山姆之子被当地警方成功抓获 他最终因杀死6人伤害7人被判处365年徒刑 199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山姆的夏天 便是以此事为原型改变拍摄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